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新的系列 歷戰討伐日記 我真的很久沒拍Gameplay 玩了一輪Monster Hunter World 我都想分享一下平時怎樣玩 有人都不喜歡我直播的Style 因為直播是輕鬆愉快和靠奇一點 我GameplayStyle通常都是正經一點去玩 所以都想出一個系列 始終Monster Hunter World我都很喜歡玩 在這個Gameplay裡面我都不會怎樣出教學 因為我覺得空間太多人狗充去出教學片 好像荒死蝕底一樣 我自己是求開心的 純粹是想跟大家玩得愉快 OK的 而且我都沒有時間去出這些攻略片 還有去拆裝 這次Gameplay系列 盡量都想每個星期去更新 因為Monster Hunter World的任務 真的無窮無盡那麼多 我最主要都是想打一些力戰的魔物 還有去打一下每周的任務 介紹一下給大家 到目前為止 只是開了一個任務 一個力戰任務 就是討伐司套龍這個任務 難度都很高 限制時間15分鐘內打 不過我對自己都相當有信心 因為這個司套龍其實都很容易打 順便介紹司套龍的弱點 就是頭部 跟著那個腳 還是那個身體 忘記了 還有那條尾都是弱點 對火屬性和龍屬性就特別害怕 但是呢 這裡都介紹一下裝備 我就用角龍盾斧 玩這個充能斧其實都是玩無屬性的 因為你超級那一刻 是計你那個固定傷害的 那你最重要就是推高你的攻擊力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鐵彈的就是攻擊 加Lv.7 炮術3 和炮彈裝填數up 其實我有顆無擊珠 可以加下去 來增加無屬性傷害 但是由於我插了將氣耐性 因為接下來打司套龍 只要我有將氣耐性Lv.3 其實那隻司套龍就非常容易打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出發了再說 好了 那這裡我就開球了 但是這裡說聲真的不好意思 我去到這個位置呢 我忘記了開咪 那這裡我就後製錄音 那因為我吃了那個攻擊力 up大的 那個食物 那我就不會好看那個體力上面的加成 因為我直接拍粒秘藥呢 就會加到最大HP上限 那我這裡好像就拍了一顆秘藥 對了 直接拍了一顆秘藥呢 就基本上已經可以補滿了那個血體力值 然後喝鬼人藥再令到那個攻擊力更加加上一層流 這樣 這裡就會裝回頭射器閃光彈 因為頭射器閃光彈呢 等一下就會用給大家看 因為我會在 打屍兔龍之前呢 就預先把我把充能斧充電充爆 那因為屍兔龍這個地方呢 有些方液龍在這裡 那我們直接在這裡 對這些方液龍呢 就可以令到我們把充能斧充滿了所有電 那另一件事就是 魔物的屍體呢 亦都可以繼續拿來給你充電 換句話說 只要你有一隻魔物在這裡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充能斧充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過去 超解那隻屍兔龍兩鍋 好了 那這裡我弄好了之後 就直接找一隻屍兔龍 那歷戰的屍兔龍呢 他們固定都是在這個溫泉裡走出來的 那等到它走出來 我就準備定我件不動衣裝 那這裡就會直接硬解它一下 解它旁邊 那個傷害都挺漂亮的 就是每個傷害屏都可以做到一百多傷害 然後斧砍下去大概做到二百多 計算起來應該都有七百幾八百 那我這裡因為沒有無擊珠的關係 所以那個傷害力都不算很高 做不到那個speedrun效果 那這個被它那個大範圍傷害的烏煙障器噴到了 所以就浪費了一點時間去補血 然後我應該就會超解它一下 但是就不小心被它的腳趾夾擊到 那這裡就會超解它一下 OK 又是打出所有傷害 真的很漂亮 那暫時我都沒有穿那件不動衣裝 因為我頭幾下都相當有信心解得中它 然後差不多都應該就上不動衣裝 但是它這下呢 又噴東西 但我原來上了不動衣裝 然後我度準的位置 退一後度準的位置又解它一下 連續三下已經解中了 已經做了七百幾 不是七百幾 八百幾傷害成三次這樣 那接著這裡我就又補血了 不小心又被它 因為不動衣裝最... 要注意一下用不動衣裝 最麻煩的東西就是被它打中 因為沒有硬直 你就有時會沒有留意到自己的血會扣多了 那所以有時會無故死了都不知道什麼 這裡又解多一下又中 那它直接暈了呢 我就全程再充電了 充完電之後直接用個充能瓶 然後再來解多一下 OK 超漂亮 所以這一下是打得很快 好 接著又是... 其實衝浪虎都... 其實是很無聊 來來去去都是重複那幾個步驟 那這裡我就決定直接衝爆了... 那個... 那個瓶 那個砲擊瓶 那... 不對 現在黃色 好像我就直接喝水 然後再解多一下 看看 先... 不對 我... 我決定插爆我的瓶 不對 這個位置量得漂亮 所以... 又來多一下超解 因為它剛好躺下了 我又可以解下去 然後又是... 重重複複 又是繼續充電 那剛剛紅瓶入瓶 然後呢... 剛好會拼尾 我預判了 那一下就說了 然後這一下呢 應該是會... 吐大範圍噴霧的 又或者是發誓軟 進入那個... 脹氣狀態 那我... 當然是... 打蛇取軍傷 但是這一下呢 就愚蠢了 因為沒有了一個紅盾了 我不知道 那這裡立刻就上回那個紅盾 對了 那上了紅盾 又剛好又被他打中 又割了那個... 武器的硬直 然後離離去 又是繼續充電 那這裡開始不補血 因為小廢物幫我補了血 然後又充電 那原本打算解他 但是他退前了 那這裡又度準的位置 再解一下 好 這一下又是解中了 超美 那... 看到你的傷害呢 由... 一百零幾的傷害 變了六九八呢 就證明我那個怪力種子的時候 已經過了 但是我這裡已經沒有時間吃 怪力種子了 因為我想盡快去... 砌低它 那這裡很麻煩就是... 連續... 被他的腳趾卡了我兩下 看到嗎 很白癡 我完全沒有遇到他這裡卡了我兩下 然後又是入瓶 原來我這裡會喝水的 然後就直接入瓶了 好不幸運就是... 這一次攻略呢 就被他走掉了 如果不是我想直接拿閃光彈 閃他回來 那又是... 入瓶 連續被他拚了幾下 尾一下燙了 我沒猜到他那條尾這麼大 然後這裡就是了 被他的腳趾卡卡到 不然我就閃光彈閃他 留在這個地方了 所以呢 這一場... 因為始終我打算一剔過 但是又忘了錄音很麻煩 那又要後製 真是... 唉... 很不開心 這一場是打得很漂亮的 即是一剔來講 這一場算打得很快 OK 接著又是... 一來到看到他噴屎 那下大硬直 就馬上解他一下 然後呢 又是... 繼續來來去去去那些無聊的東西 繼續充電 他尖叫那下呢 永遠都會... 承大一下壓傷 那下永遠都是擋不到 除非你又裝二十 level 5 要不就很麻煩 一了 上完瓶了 那入瓶 又想著... 這個位置完美的切 又解到他一下 就是這樣 他應該都半死狀態了 好 那... 那直接... 無緣無故死了 連他被迫的畫面都看不到 然後我應該打開本寶 看看時間 應該就是六分 不知道多少秒 唉... 那今集真的好失敗 完全... 還不記得再開咪打 然後錄完音 完全... 所有東西都跑了 好了 那...今天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這個歷戰討伐日記再見 拜拜